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想说可以用这笔钱来改善家庭环境 当初他动摇的原因就只是自己的胡思乱想 他当时害怕对方是诈骗集团可能要骗他的钱 所以开记者会时他就没有现身 也错失这个机会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后悔 因为自己现在在演艺圈工作也没有到很稳定 实在是很可惜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